对方是那个人是能够守口如瓶的哦 要不然他本来不知道你这个缺点 你跟他讲了以后 他就像一支麦克风 喂 某某人啊 明天整个村庄统统知道 这佛是禁止告诉那个 你去告诉别人那个大嘴巴 大喇叭 那个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 你千万不要告诉你自己的瑕疵 跟着缺点 就告诉你 哇 我告诉你啊 好爱 好爱 这个人啊 这个人啊 去宣扬人家的缺点啊 很没有道德跟良心 人家信得过你 把自己的缺点来告诉你 是不是 你竟然去把人家大喇叭 大嘴巴 然后就一个人宣传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他单身 他单身 他说那个房子卖的价值不菲 说死了以后 要把他的财产统统给师父 我要做什么 要签名 签名 他是正信的 只是因为他自己一个人 财产不晓得要托付给谁 我 断然拒绝 断然拒绝 为什么呢 如你死了以后 虽然财产要 过继给我 但你那兄弟姐妹呢 不跟我争吵啊 对不对 他投保以后 他如果真的今天投保 明天死了 我就有问题了 为什么 会不会我害死的 还要经过法律的调查 这个世间人来讲的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 是不是 几千万要等着过户给上人 我一定都不贪婪这个东西 不会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 有我的福报 自然就是我的 没有这个福报 强求不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三个人 要把他往生以后的财产 那么要 要登记给师父 我全部都拒绝 我不要这种东西 我也不想节外生枝 为什么 我把生命变成一个很单纯的 第五 要断相续心 这个非常重要 再说主位 断相续心的意思就是说 你知道这一念是无名 你这一念知道这个是分别 你知道这个念是贪爱 嗔恨 主位 这华严经告诉你 要立刻斩断 让他 这个无名 烦恼 连下一毛钟 都不能让他存活 第五 你想要了生死 要断相续心 相续就是 前面一念 接着后面这一念 后面这一念 又接着下面这一念 你简单讲就是 你一直原谅 那个无名 你一直断不了 一直断不了 换句话就是说 包容无名 包容无名 包容分别心 持续的执着 我执 法执 烦恼 就是 他就是 怎么样都断不了 就会 烦恼 让他见光时 对不对 智慧叫做阳光 智慧叫做阳光 这点就告诉你 你这辈子就听到这句话 多不得了 烦恼就像细菌 细菌拿出来晒一晒 细菌就会 大部分的细菌会晒死 细菌见到阳光 就不会长出什么霉菌 主位 你家的棉被 久了 拿出来晒晒阳光 就不叫不会有尘满 所以 当我们听见文法 主位 这一句话是 逆生死心 十种逆生死 我们众生叫做 无名顺生死 这十种 可以让你逆生死 就是超脱生死 这个第五个是最重要的 短相续续 不满的心 把它转换成 这个世界什么众生都有 不要破口大骂 看到你实在 气到不行的 就告诉自己 我功夫不够 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这个相续心 就要断掉 不让无名 不让习气 不让执着 不让分别 这样一直联系下去 但是在座主位 这句话一定要告诉大家 要用智慧疏导 有一个男众 一个男众 年轻人 他犯了不好的习惯 因为他没有结婚 他要抒发 自己犯了一个不好的习惯 他很忏悔 可是又克制不住 克制不住 然后 他怎么样 他去跪在佛前 跪的 从晚上十二点跪 跪到 要睡着了 为了要控制 那个不好的习惯 男孩子都知道 我在讲什么 女孩子也知道 我在讲些什么 简单讲 就是自己解决 这个问题 他不会去触碰女孩子 不过就是要解决 这个生理上 跪着 跪着 然后 他跑来 师父这里 我说 你几岁啊 他说我二十一岁 你要问什么 他说上来 我非常苦难 我有这个男女的欲望 可是 我又受过武器 又不敢接碰 只好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以后 又犯了 这个用手 然后又觉得很难过 我说那你怎么处理啊 他说我去跪在佛前 从十二点跪到凌晨五六点 我说有用吗 他说没有用 对吧 我就告诉他 用这种断香续心的 不是办法 我说我叫你啊 第一个 晚上可以少吃一点 第二 听经文华做笔记 第三 如果常住文书讲堂这儿 有什么你要发心的 你就尽管来发心 是不是 尽管来发心 心有个寄托 他就 慢慢的来 这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 然后后来 慢慢慢慢的真的是 经过几个月慢慢训练 有一点成绩了 所以这个要断香续的念头 你还要有一点方法 不能用硬的智者 智者 有一个人 他把自己用绳子 晚上用绳子绑起来 绑起来 绑那两只手 睡醒以后自动解开 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就变成说 要断这个香续心 这是要用智慧 理性 反慢 一步一步来 太急 没有用的 你说你现在你这种 有种种的烦恼 对不对 脾气那么暴胀 是不是 我回去我就不生脾气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说我今天下定结薪 半年以后 真的进步了 我就说你真的了不起 半年 一年以后 哇 以前这个来的 发脾气 你看都没有了 以前烦恼多 现在你看 春风满面 对不对 每天都唱的这个歌太好了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告诉我现在是春天 Spring的 内心里面热得不得了 断香续心 第六 要发 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会忘掉 知识 忘掉 占有 众生好 我就好 所以 第六 要发 智力 立他 的菩提心 换句话说 你的时时刻刻 都为众生考量 久了 就会达到 无我的境界 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第七 修功补过 所谓修功补过 有的人就做得很彻底 有的人就做得很彻底 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 说上人 我以前 在寺庙里面 不知道 寺庙拜拜的水果 我就给人家拿起来 也没有经过 住持 同意 我就拿起来 水果拿起来 就吃了 我以为拜拜 随便佛祖慈悲 后来我知道错了 这个我求忏悔 师父 我要怎么做 我说 你拿的 那个钱 赶快 请那个道场 跟那个住持 忏悔 他说那个道场 住持早就死了 我吃的时候 住持活着 后来就吃死了 不是吃死了 就是那个住持已经死亡了 已经死亡 他说 师父那我怎么办呢 他说没有关系 你就拿了这个钱 看你以前吃多少水果 就放在功德箱里面 师父 我还有什么要做的吗 我说 如果现在有这样薄金机的话 你发心 两千台 对不对 就做薄金机 哎呀 多好 叫做修功补过 修功补过 修功补过吧 因为是 哎呀 真的付诸行动啊 第八 守护正法 守护正法 从我们这只嘴巴 先做起 你不可以传三宝的过失 第一个 能守住正法 你一直传 佛法身的过失 人家要来信服 你一直办活办法办身 这个最很重的叫做 断众生的法身毁命 诸位 人的肉体是假的生命 法身毁命是真的生命 它是永恒的 为什么断众生的法身毁命 这么重呢 因为他能成佛呀 守护正法 第一个 无论受到什么委屈 时下解决就好 不要把它搞成社会事件 把它搞成国家的事件 把它搞成全世界 这两个人如果有误会 谈一谈 搞到全世界 如果你是守护正法 你那个观念说 我这样叫做守护正法 我就没话说了 不知道要说什么 守护正法 是不让众生造口业 对三宝失去信心 这个才叫做守护正法 除了自己要如实的修行 要锁住身口意 我们都不忍心 主位 菩萨界有一句话 如果听到有一个人 来磅三宝 如三百毛刺心 就是如果听到有一个人 毁磅佛 毁磅法 毁磅身 就像三百毛 就是我们的标枪 射出去那个毛 就像三百毛刺到我们的心 就是我们是佛头的弟子 人家这样 半佛半法半身 就像三百只毛 刺向自己的心 那么痛苦 我们真不忍心 让我们佛教受到伤害 如果是你一两个人问题 还是一样 联合牺牲生命 都不能去伤到佛教 这个叫做守护正法 反正现在人的观念 刚好颠倒 你有错 我就举发你 我这个叫做守护正法 两个人的问题 变成全世界的问题 这个也是观念 是不是 那我们师父研究过戒力 比丘的事情 或者比丘你的事情 有过失 是可以忏悔的 是关起门来 做生结磨的 要关起门的 连在家居士都要遣除出去 为什么佛不让在家居士 去看比丘戒 比丘尼戒 因为那个戒是一百分 你看了以后 每天就讲 法师这个你不对 比丘你这个法师 这个你也不对 那个不对 那是佛一百分 你用一百分来看 每一个比丘 刚刚 通通都有切点 你不但得不到法的利益 而且 会看不起出家人 看不起出家人 所以佛严格的禁止 可是有的 有的戒师 律师 就说在家居士可以看 我没有意见 因为有些持利的 在家居士 是可以看比丘戒 比丘尼戒 那我没意见 但是我跟着广化律师 我们在诵戒 我们在开生节目 从来没有一个在家居士 连听到都不行 神集佛 神义集 和和佛 和和 未受聚戒者出佛 未受聚足戒的人 离开没有 未受聚戒者出佛 必须回答 始终无有未受戒者 始终 没有说 存留一个 没有受比丘戒的 在这个地方 这戒律都写得这么清楚 神集佛 就说我们 比丘生团 如果三十个比丘 集合了没有 神集佛 把会到生意集 和和佛 和和 有没有吵架呀 不可解决的事情 和和 那可以开生节目会议 未受聚戒者出佛 没有受聚足戒者离开 没有 已经离开 这才开始送戒的 戒律是这么严格的 就知道佛陀如何保护必求 为什么在家即使不得参与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这个道理 一怕你轻视三宝 二怕你继续造扣业 第三怕你失去信心崩盘 崩盘 因为他刚出家 他还是凡夫啊 他慢慢学啊 能够现身像已经不得了了 他要慢慢学啊 你一下子 就像他像佛一样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佛陀就要在家即使 对这个送件 统统离开 这个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比丘 比丘 比丘年的过失 是不能一直扩大的 这个违反佛陀的借力的 可是有的人不听啊 那你有什么办法 没办法呀 只能告诉这些有缘的人 第八 守护正法 守护正法 可以得大功的逆转生死 第九 念十方佛 佛就是觉悟 十方诸佛就是我们的模范 我们以佛为模范 向佛陀学习 各位 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佛像 有假像 入于实像 才要拜 才要设立这个佛像 向象本空 佛像本不可得 无凡 无胜 对不对 这个叫做佛像 佛本无像 名为佛像啊 什么是佛 智慧心即使 智慧心即使 但是智慧心如果大家还没有开 大悲大喜大舍 以十方成就的圣者 十方诸佛作为我们的榜样 念佛念法念生 这样慢慢可以逆转生死 第十 叫做观罪性空 观罪性本来就是空 罪性本不可得 以缘起 缘起就是无智性 无智性 所有的妄想 所谓业 就是打不断的妄想 观罪性意识的执着 其实本不可得 并没有这种东西 并没有这种东西 观罪性本空 所以有人问了 二主会可大师说 如何成圣人呢 二主会可大师就这样回答 一切凡圣 皆自心妄想记着而已 根本就无凡也无圣 是名真圣人 再讲一遍 有人问二主会可大师 说怎么样可以成为圣人呢 二主会可大师就跟他讲 一切凡圣 皆自心妄想记着而已 究竟之意 无法安 无甚 是名真正的圣人 真正的圣人 无向 无来 无去 好 因为今天呢 我们还要到 人头吃饭 好 我们呢 就简单了 三归 各位请站起来 慢慢站起来 慢慢站起来 有的膝盖受伤的 不要太快 慢慢站起来 对对对 往后退一步 往后退一步 因为有人要皈依 我们一起 大众一起念 不分出家 在家 好 好 请合掌 跟着师父念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归一佛两主尊 归一法的一尊 归一身重重尊 归一佛境 归一法境 归一身境 归一佛不得地 归一法不得恶鬼 归一身不得出身 归一身不得出身 归一佛 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 归一佛两主尊 归一法第一尊 归一身重重尊 归一佛境 归一法境 归一身境 归一佛不得地 归一法不得恶鬼 归一身不得出身 归一身不得出身 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 归一佛归一法归一身 归一佛两主尊 归一法第一尊 归一身重重尊 归一佛境 归一法境 归一身境 归一佛不得地 归一佛不得地 归一法不得恶鬼 归一身不得出身 归一身不得出身 问学 好 功德严满 大众礼佛三拜 大众礼佛三拜 让佛法注释 普利有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画为实 实画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 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